各位同学大家好 有关健走课程的简介 我是授课老师李建民老师 课程简介的部分 健走是必修灵学分 那为什么要开健走 因为健走就是一种药 天赋良药 它可以改善脑中风 心脏病 忧郁症 糖尿病 骨质疏松症 跟关节炎 那授课老师的介绍呢 那我的专场领域是运动生理学 体势能 健康行为 科目的宗旨 学生是透过健走运动 增建身体 心理 社会行为 以及灵性的全能健康 进而增加身体活动量 并建立实时运动 处处运动 终身运动的良好习惯 学习目标呢 有分为四点 一体势能与健康促进 二 健走技能 运动游戏 与理论实物 三 运动情意与态度 增加学生的身体活动量 第四呢 是体育运动的认知 学习 学习对象 本课成为全校大二体育课 所开设的兴趣选项 学前的能力 本课程需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 一 需具备的基本程度有 体势能的前侧 二 建议具备的基本能力 一 对健走有学习热忱和参与态度 其次呢 对自己的取许成为不怕流汗 然后也不怕运动导致肌肉酸痛的人 学习的方法 有分为三点 一 课前的预习 依照课程的规划 进行体势能的前侧 第二呢 课程中积极参与各项学习活动 除依照进度完成健走距离 与持续时间外 那我们会进行综合技能练习 验证自己的努力 第三呢 就是课后的部分 体势能的后侧 审视自己健走的成效 有没有进步 那就分别于在面授时间就效于老师 教学大纲 在第一周的部分 一 规划学习主题 第一单元 就是起初的体势能检测 包括有BMI值 肌力 肌耐力 柔软度 以及女生800 男生1600公尺耐力跑的心肺势能 第二周到第三周呢 我们的学习主题 就为第二单元 分为 一 课程内容与教学目标 二 单次运动的内涵与步骤 那这个部分又分为 一 热身运动 二 主运动 三 缓和运动 四 运动伤害与预防 那第二个部分 学习活动的地方 是自我平洋测验 我们要求同学呢 计算自己的运动强度为何 第三 规划运动与健康的授课 第四到第五周的教学大纲 一样 视为第三单元 建走的运动科学 那学习活动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促进心肺势能 疾病预防 有包括免疫力 骨密度 能量代谢 乳酸代谢等 生理成效 及基转的介绍 第三 规划 建走食物 以课程 第六周跟第七周呢 学习主题为第四单元 有分为建走的基础技术 原地踏步 集中注意力的时间 同时在这十段时间 说明建走的技巧 那如图所示 第二 学习活动 就有关于体能的游戏 那讨论区的主题 我们有在社群网站 设一个中华科大 建走的讨论区 第三 一样是规划建走食物的一个课程 第八跟第九周呢 分别为第五单元 建走基础技术的第一阶段 那我们必须由较小的动作开始 点到为止 那每个动作都重复四个八拍 二 学习活动 在第五单元 就是检查身体的知识 及自我评仰测验 一样也有讨论区 在主题五的地方 第五单元 第三能就是规划建走食物的实际授课 第十周 第十一周 学习主题 第六单元 建走的基础技术第二阶段 这分为手臂及部服等动作 那慢慢的逐渐加大 然后交替的喊拍子 每人各喊八拍 那学习活动 在第六单元这个部分 是检查身体知识 及自我评仰的测验 一样我们在社群网上的讨论区 要讨论第六单元的部分 第三 一样 是建走的食物授课 接下来 第十二周到第十三周 学习主题 为第七单元 已经进入到建走的基础技术的第三阶段 就是要把动作放大 交替喊拍子 在学习活动的部分 第七单元呢 能就是要检查身体的知识 及自我评仰的测验 第三 规划建走的食物 受课 紧接着我们介绍第十四到第十五周 学习主题 为第八单元 它属于建进身体活动量 及运动强度 学习活动的部分 是依据时间 及环境规划 由本校田径厂 沿市分析 到中研院的圆拱桥 第三规划 一样是建走食物的授课 第十六周 十七周 它的学习成效为第九单元 是属于 期末体势能检测 包括BMI值 肌力 肌耐力 柔软度 以及女生800 男生1600公尺的耐力跑 属于心肺势能 我们建走的成绩考评 分为运动技能 占50% 态度及道课记录 包括有上课的点名 运动服装 占30% 体育认知 成绩分数 占20% 课程活动参与状况 跟参考实际状况 由态度的部分 加以 评分 这个是我们的建走路线图 有分为起点跟终点 及两个中继站 全程大约来回5.8公里 建走沿线中会出现的标记 如果有学校出发 会经由中研院 也有指标到捷运站的指标 回程式中华科大 未来的学习方向 一 相关课程 就是通试教育 二 延伸的课程 由我们目前开的 建走与健康促进 那欢迎大家 能够尽量来修 我们的建走课程 谢谢 谢谢